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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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Jacqueline 大家好,我是Carvin 今天就是我們剛剛來到英國 Reading 這裡 一個月的時間 耶 所以我們想跟大家分享 這個短短的一個月 來到我們有些感受 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英國人很喜歡說天氣 所以我們也入鄉隨俗 說說今天的天氣 耶 那今天是多少度? 今天是,讓大家看看 28度 誰說英國不熱的 是,來之前 不知道,然後就有很多人說 欸,不用戴那麼多短袖衣服 夏天衣服很快 是啊,英國 英國頂籠都是 夏天只有22、23度 是啊,我明明看到 全年最高溫度 是22度 會上黑,而且 是 對 大家一定一定 女士們 一定要帶防曬 一定要查防曬 因為這裡 即使沒有太陽的日子 紫外線其實也挺強的 是啊 雖然他說16、17度 其實真的完全不冷 尤其是室內 其實室內是可以穿短袖衣 對 完全不會覺得冷 在這裡 如果有27、8度 就是新聞 就是Heat Wave 對 即是 即是 不是香港的那些 30多度 都沒有什麼人說 沒錯 這裡已經是大件事 所以要上新聞 27、8度 然後大家也會來公園 曬太陽 所以這裡的比堅尼 你別以為這裡沒有人買比堅尼 對 我告訴你 是在公園會看到的 對 我相信他們應該大部份是在公園用的 好 講到這個公園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個叫Fordbury 的 嘩 好興奮 小朋友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個Fordbury的Garden 聽聞這一個網上資料 就說這個公園是 Redding第二個受歡迎的 一個霹靂聖地 對 他們一有好天氣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人 爭取吸收陽光的機會 出去殺羊 找地方去交遊一下 你會看到後面這裡有一隻獅子 就是這裡的地標 對 話說這隻獅子 其實下面就黑了二百多個 在1888年的一個戰爭裏面的 即是 的Soldiers 的名字 是的 紀念他們 嗯 這裡其實除了這些紀念的建築物 其實附近還有另外一個很出名的建築物 我想大家看新聞都一定會見過 知道是什麼嗎 不知道 剛剛你去了那個 參觀有一個畫 名畫 Benski Benski 是的 那個就是很出名的地方 現在那裡 分分鐘那幅畫 比地的價錢更貴 好 那你講完天氣 當然要講食物 我唯一要體驗這裡的物價指數 所以我們已經一次過去了三間的快餐店 包括有麥多勒 然後又有第二間 Burber King Burber King Burber King 還有第三間就是 Wendy's 對 價錢方面大家都是相約的 但性價比我們首選就是Wendy's 耶 還有 旅餐店是有很多人排隊的 那一間 不知為何呢 這裏的那間Wendy's 是特別多人排隊 即是每次我們經過都有人排隊 對 因為另外兩間都沒有人排隊 這裏吃東西 即是出街吃東西是貴的 真的 以那個價錢來講 在香港的質素可以好一點 即是這裏超普通的 即是那個Dish是沒有擺盤 味道又非常一般 可能都在說是 起碼12、3元去到15元 自己煮便便便便便 我想這個主婦仔告訴大家 來到這裏 其實真的最喜歡走的 就是這個Mars & Spencer 尤其是水果和蔬菜 是真的新鮮的 譬如在香港我們買一包沙律菜 在馬沙應該至少三十幾元 去到四十元 在這裏是 兩元 兩磅 對 兩磅 然後 其他 士多啤梨也是一盒 也是兩磅 但是如果 你說要自己煮飯 我們 譬如去Sainsbury 買一盒肉碎 是兩半 而且 份量是 香港現在 在超級市場買的肉醬 至少兩倍半 你現在在香港買一盒 例如去超級市場買一包 肉碎 至少都三十幾 三十幾 重要是 我們兩個是不夠吃的 例如煮肉醬意粉 你在香港至少要買兩磅 因為現在又沒有車 但是我們想說 Redding的交通 其實是頗完善的 現在因為沒有車 所以出入 其實我們都是用巴士 或者走路 11號 其實走多了很多 是超多 但本身Redding不是很大 其實你走路的話 可能20分鐘或30分鐘 其實已經走了很多地方 但如果坐巴士的話 其實這裡的路線 我自己覺得是有很多 雖然它的班次是疏 但其實你要找它 每一班的時間 其實是很方便的 還有 這裡坐巴士 你上車可以直接用 你的代表卡 就可以結束 這個我自己覺得是挺方便的 所以其實在這裡坐巴士 其實是可以不用用現金的 所以 因為我來了一個月 其實我是幾乎沒有用過 在這裡 而且很容易的 即是它上網 你已經調查到 班次的時間 大部分都很準的 其實你只要用 這個公營的 即是巴士路線 其實都可以幫你解決 很多你要去其他地方 去看樓 尤其是你來到 剛開始要找樓的時候 其實都不難的 這個事情 大家不用太擔心 因為這裡的班次 算是疏的 即是很密的 那些大概是 有些是十幾二十分鐘一班 但有些普遍 我們有一輪 先開頭頭 一兩個禮拜 要到處去看樓 有些是一個小時才一班 還有一些巴士站 是有了 即是 time table 會告訴你 接下來幾多號巴士 會幾分鐘後來 這樣 是挺完善的 是的 這是另一個挺方便的地方 即是大部分的巴士站 很多都有 它會有一個顯示屏 即是告訴你 接下來的巴士 現在還有幾多分鐘 便會到達 其實這又是另一個方便的地方 醫療的人 可能大家都想知道 之前經常聽說 在外國會容易被歧視 所以我們這一個月 幸運地是完全沒有遇過的 我們都沒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挺友善的 譬如無論是我們 服務室那些 又或者是外面 超級市場 購物場 或者我們問路 那些 都 所以都是 友善的 嗯 不過可能因為 Reading 這裏 我們感覺上 無論在街上看到也好 人是多種族一些 是的 我自己感覺 Reading 是一個很多元的市場 所以 可能他們已經很習慣 跟很多不同 來自不同國家的人 一起去工作 或者去生活 即是我們是 香港人來到 但其實對他們來說 他們都很習慣 看到不同國家的人 一起去生活 在這個城市裏 所以感覺上 不會覺得你 會標籤了 是一個異類 那這裏的人 即是這裏的店 是否很多人都擔心 五點鐘之後 全部都關掉 沒有的 即是沒有店鋪開門 原來不是的 例如現在 我們有時晚上 五六點 之後才出去 其實原來商場 都繼續營業 有很多店鋪 是的 BOOTS 尤其是餐廳 其實很多都還未關掉 還有一定有酒吧 是 超多 超多 還有這裏的人 真的很喜歡喝酒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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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酒吧 嗯 我們已經觀察了一個月 聽聞是Redding 也挺有名的酒吧 是的 無論是一至二日 都是會有人 無論你是好天 下雨 是一樣有人去喝酒 是的 而且是喝到好東西 譬如我們是十二點多 都聽到他們在 嘩 很興奮的 是的 剛才說到這裏的英國人真的很喜歡喝酒 其實他們究竟有多喜歡喝酒呢 根據一些非正式的統計 2020年 英國人是花了七十億英鎊 用來買啤酒 從我們的觀察來看 他們真的很喜歡去喝酒 其實這裏的啤酒是否真的很便宜呢 我們自己親身經歷 去一些餐廳的話 沒錯 你喝啤酒是便宜於飲品 你喝啤酒便宜於飲品 你喝啤酒便宜於飲品 所以這裏的啤酒也挺好喝的 而且真的有很多選擇 對 如果你喜歡喝啤酒 這裏是非常開心的 例如你買一杯有四罐IPAA的啤酒 這裏是五磅 尤其是先派 有很多足球比賽 我們看到有很多人在掃貨 在掃貨 狂掃 對 很多人掃貨 這個月 短短一個月 我們都做了很多事情 因為有很多事情要申請 要apply 還有 又要找了屋 然後又要準備新的傢俬 傢俬真的有很多事情 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尤其是買床褥 之前有很多人說 英國的床褥 都是臨自自 不要睡 我們都親身去 試了很多 所以留下一次再跟大家說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like share 還有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下一次有新片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告訴大家 今天說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 拜拜